拥有反转魅力的演员 演技和性格都是S级 强烈的个人魅力所有者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越看越可爱的 陈善归 1977年9月13日 出生于庆上南道 学生时期就学习跆拳道 节拳道等运动 梦想是成为体育老师 高三时开始对演戏产生兴趣 之后便进入 韩国艺术综合学校就读戏剧系 并且开始了他的演戏活动 2004年透过舞台剧出道 以舞台剧和音乐剧活动为主 活动了一段时间 在一圈内 也是以精湛演技之名的演员之一 2008年他首次参与电影演出 之后也在电视剧中有演出机会 在多部作品中担任小配角成长后 渐渐也成为配角演员 几年内就累积了多部作品 而2017年电影《犯罪都市》的演出 成为他演员生涯的转列点 片中他饰演朝仙族 是暴力组织老大的副手 虽说他是第一次饰演反派角色 但他说着一口流利的朝仙族口音 也将角色残忍 狠毒的一面完美诠释 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不是演员 是导演从朝仙族中选出的人 片中令人头皮发毛的精湛表现 让观众印象深刻 许多人都以为他实际上就是朝仙族 本片虽是限制机 但还是创下了超过600万人次票房的好成绩 他也凭此获得了男配角奖 在得奖感言中还澄清自己不是朝仙族 是土生土长的韩国人 多年来演出多部作品首次得奖的他 激动又争执发表感言 边说话还会边回复粉丝 短短的几分钟就逗笑了全场多次 可以感受到他的幽默感 展现了和电影中凶狠的形象 完全不同的一面 让许多人都觉得他很可爱 也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环 有趣的是 犯罪都市中饰演朝仙暴力组织老大的 尹启象是陈善归的徒弟 而010年他们曾一起出演过电视剧 那时尹启象看了陈善归的演技 就觉得他非常厉害 并主动表示想和他学习演技 虽然他是尹启象的师父 但知名度却落后一大截 因此尹启象出演作品时 都会极力推荐师父 犯罪都市第一次试镜时 虽然遭到淘汰 但其他人的推荐下再次参与试镜 其中就属尹启象最强烈推荐 在师父获奖时 尹启象还开心的大哭 男人关系真的非常要好 虽然在电视剧中 比较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但在Netflix原创剧集 《施战朝鲜》中 饰演拥有坚强战斗实力 认真的助手得逞 是最后在逃跑时 为了要让同伴们可以全身而退 自愿牺牲小我的角色 虽然剧中无法看到 陈善规的搞笑演技 但也让人看到他争执的一面 也不得不认证他的精湛演技 不过角色的一领便当 在第三季中也无法看到他的演出 之后他在2019年电影 《鸡不可失》中 饰演前国家的 柔道队成员 华侨出身 家里开排骨店 全气毒素 只有他烹饪的炸鸡能吃 因此在炸鸡店里 负责掌厨的 马凤八 片中总是一脸震惊 却又说出搞笑台词的他 不知是否因为 犯罪都市中的形象 太深植人心 过去反派的形象 再加上这次搞笑的演出 让他饰演的角色 深受观众喜爱 本片不仅在韩国突破 千万人次票房 还成为韩国影史 最多人次票房第二名 仅次于明良怒海交锋 这也是他第一部 突破千万人次票房的作品 若再加上制作成本来看 本片可说是投入低成本 却获得最大收益的作品第一名 里面他和女主角 李和妮有接吻戏份 但当时李和妮 是引起相的女友 直到有吻戏后 他还先跟徒弟引起相 征求同意后才拍摄 他也凭此再次获得男配角奖 2020年他出演电影《胜利号》 剧中饰演帮着雷鬼头的软萌大叔 泰格帕克 本片讲述 2092年的地球无法居住 除了被选定的公民外 其他人不是留在荒凉的地球上 就是成为太空工作者 四个边缘人驾驶着《胜利号》 在太空打捞值钱垃圾的过程中 发现许多惊天动地秘密的故事 原本预计在2020年5月上映 但因为疫情严峻而延后了两次 最后依旧看不到疫情镜头 而放弃在电影院上映 该由Netflix独家播映 一上映也立刻冲上多国的热门排行榜 虽然因为剧情设定导致评价两极 不过大多都还是获得了正面的评价 特别是细腻的特效设计 和宇宙拟争场景 一点都不输欧美大作 喜欢特效爽片的粉丝 一定要看 2021年他也在热播中的电视剧 《黑道律师文森佐》中 特别出演 喜欢他的粉丝记得支持 过去和他一起在舞台剧中活动过的演员结婚时 他包了大约8000元台币的红包给对方 当时他们年薪都不到台币20万 生活非常的困苦 但他还是大方的给予祝福 而他的妻子就是看上他这点 才决定要嫁给他 而他跟老婆的关系也非常亲密 每次受奖发表得奖感言时 一定不忘记感谢老婆的付出及支持 就能看出两人感情非常融洽 虽然在电影中经常展现霸气形象 但现实中他从没发过脾气 不仅不说脏话 也不会大声说话 与其说他很善良不如说他非常的纯真 听过传闻的演员们 在跟他合作过后 都一口同声表示认同 透过访谈和制作发表会 都能看出私下他真实的样貌 而几乎没有参与综艺的他 只有在2017年出演过综艺 无限挑战 但也只是短暂出演受奖而已 不过也展现了害羞真诚的样貌 十分受到观众的喜爱 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看到他参与综艺节目 让大家更认识他 也期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不同面貌的作品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长进绿叶 陈善规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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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